清晨五點多天都還沒亮 228連假首日 國道一號發生車禍 現場凌亂不堪 可以看到有許多水泥寒管 滾落在車道上 後方多車閃避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現場一團亂 整個車道都被堵住了 國道回堵大塞車 事情發生在國道一號 南向285.3公里處 25號清晨五點多 據了解當時一輛連結車 疑似駕駛身體不適 突然感到暈眩 結果車輛往旁邊一偏 拒撞擊行駛在外側 車道的連結車 造成車輛衝出邊波 車上載的水泥寒管 散落於車道上 後面兩輛自小客車 健壯趕緊踩煞車 但還是來不及 又撞了上去 現場一團亂 造成國道大塞車 長達約10公里 事故現場於10點40分 完全排除前線會入通車 各駕駛人均無影響情形 國道一號連結車車禍 車上載的水泥寒管 散落滿地都是 造成交通大回堵 國道塞塞塞 車禍現場得出動吊車 進行拖吊作業 是大工程 廉價第一天就遇上車禍塞車 實在誰都不樂見 接著來觀章 沈南山台南采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